你一定有这样子的经验哦 如果跟同事啊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人青春活力 可是有的人就显得特别老 除了身材之外还有一个重点 很容易显老的就是 如果有人头发变白的话 三十几岁就开始慢慢变白 就容易显老 所以这方面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要来请教很厉害的理事长 理事长请教为什么 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明明是中年人 有的人不会 但有的人就是头发啦 胡须啦 须发皂白就发生了 其实须发皂白看起来就老很快 真的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青春 照三个症状 那这个就是一个 肾阳须的症状 那肾阳须的症状呢 除了须发皂白之外 视力减退 模糊 那另外就是很容易疲劳 那也会健忘 对任何事情都优柔刮断 没有自信 所以比较容易疲劳 然后容易失眠 然后还有容易说健忘这些 都是在日常生活会产生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 当然这个是一个历史典故啦 说是五指续呢 一夜就变成白发 为什么 压力大 所以当它压力变大的时候 也会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现代人呢 因为压力过大 也会让它有虚发皂白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压力大加上肾气不足 肾阳虚的话就容易有这种头发白的状况 哇那真的是 你有遇过这样的病人吗 我有一位这个老师 大概三十几岁 不到四十岁 他在教的这个高中 虽然年轻我当老师 那表示他过去很努力 压力很大 所以他说他六个月之内 本来正常的一个黑头就给你摆了 那他会说他上课的过程里面呢 常常会忘东忘西 譬如说这个课已经教过了 那下个礼拜呢 还要重新一次 常常被同学里面再纠正 所以说其实这个虚发皂白 盛阳虚的部分呢 其实还是在社会上还蛮多的 尤其现代人 因为都是日月颠导 比如说是夜间工作者 其实对虚发皂白 或者盛阳虚的问题 都会造成一些影响 OK 好 所以重点是要好好调养 因为避免健忘之后 未来可能发生更多的问题 像是失智啦等等 这是大家最不想见到的 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调养呢 我想这个有一个这个 充足的睡眠是很重要 但是其实上我们的饮食上 其实可以来做一些帮忙 那其实在2500年前 有一部 中药的第一部药点 叫做神龙本草经 你知道本草钢物大家都在讲 但是本草钢物是500年前的事情 这个是2500年前 好 那它讲了什么 我们老总说就是 我们用鹿龙 那这个鹿龙就是 我们这个鹿的一个 熊鹿的一个 胃硬化的一个骨 所以它是很有 很有丰富的一些荷尔蒙 黑发 还是像那个齿牙动摇 长牙齿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卫品 尤其对于一种压力大 或者虚弱 虚弱体质 比如说整个神道岛的 这种体质还有很好的作用 那鹿龙它本身它有一个 它含有非常多的一个 营养植物跟蛋白质 那其实在对抗疲劳 对抗虚化皂白 都有不错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就是说刚才讲过 因为它也是补腎羊的作用 所以会让你精神百配 那对于面对一些困难压力的时候 就可以隐忍而解 OK 那但是它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品 但实际上 有些人可能不太失用 对对对 而且还是要去请教专业的医师哦 这一点很重要 那另外呢 那另外有些人可能 因为有人是 你不吃动物性的蛋白 不吃动物的话 那就是素食的我们可以建议 喝手物大家都知道这个 长黑头发是有效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动物蛋白跟植物蛋白 跟这营养素 还有很大的落差 如果说你是坚持用素食的话 那你可能使用的时间 必须要长一点 那才会看到效果 OK 另外黑豆居然有帮忙啊 那因为黑豆大家都知道 这个黑豆是一个蛋白质 对 那当然就是说 黑色就是露胜 对 所以也是有一些效果 不就是说 它的效力可能就必须要 持续长时间的使用 才会看得到效果 那黑豆的使用要注意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比较硬的一个豆类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煮烂煮熟 那或者是用火炒以后 让它这个质地被松碎油才可以吃 才不至于伤胃 好 所以今天理事长告诉我们很多 如果盛阳区的人容易失眠 容易觉得很疲惫 然后再来就是外显的虚发早白 另外容易健忘等等 那么从生活当中就应该 开始来调养了 谢谢理事长 谢谢